941近期跌了,穿了$50 其实941的波幅不算很大 4月14日高位是$56.1,现在$49.1.5 整体来说,跌了$1.5 现阶段已经去到3月15日的低位 当时的低位是$47.8 所以我觉得可以多看两个交流日 如果股价不跌穿$49 也可以考虑开始吸纳 穿了$49的时候,看看会否$47附近有支持 到真的确认有支持,就可以另一个部署入市 为了您的感到,遵迫 请点赞,订阅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